來 我們今天的提示呢 跟吃的有關 太好了 旅辦當然要跟吃的有關 我們給張羅吃的 但是我們的跟什麼有關呢 請看第一個提示 誰這麼快啊 同時吃 來 答一次 厲害了 韓國的石鍋拌拌到對面 來 恭喜 第一題 第二個提示請看 我都搶了 子丹麗 你搶到了 Fish and Chips Fish and Chips 對 我不知道那個 中國叫什麼 叫什麼 炸魚薯條 對 對 炸魚薯條 好 對面 同時 謝謝 很好喔 一比 還沒有開庫啊 中間的 對 第三個提示請看 等於先搶嘛 來 3 2 1 答案是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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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搜小會 我啊 只能你答喔 鄰盤不能答喔 是嗎 新馬最代表性的美食是什麼 拉薩 這個是 拉薩答對沒有 都開湖囉 好 加油... 第四題請看 厲害 史丹麗 答案是 韓國 為了不讓你們按鈴再來想 所以按鈴三秒鐘內講出答案 烤鴨 來 什麼東西 北京烤鴨答對沒有 漂亮喔 不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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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1聽擺 2比1比1聽擺 我都沒有 加油喔 第五個提示請看 漂亮 我知道 來 這是誰 誰 你也你 來 不能講話 史丹麗 瑞士 瑞士還是瑞芳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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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的起司火鍋 瑞士到對面 好厲害喔 恭喜激喜夫妻 激喜夫妻 激喜夫妻 請就位 旅遊猜不散的恩愛夫妻黨 激喜 復興美工畢業 史丹麗文化大學 大船系畢業之後呢 這個是個旅遊浪人 五分鐘的時間呢 非常的充裕 大家也可以討論 好 彼此是助力還是主力 待會就曉得了 好不好 先看一下我們這集 特別計畫的夢幻大獎 來 請開門 這個是我們的 醬品的搖滾區 你可以直接看到 醬品的全貌 蜘蛛型的三腳架 右上方 有沒有 有 最前面是 時尚的行李箱 三萬大獎 在後面 是家庭式的工具組 一整組的 五萬大獎 是前面那個 電動輔助的自行車 後面十萬大獎 是迪士尼 美宇 親子居家 互動教材的書 首選 請公布他們的第一套 兩個人一起的 特別計畫的題目 來 即將看到的題目是 即使親一個 每天出門一定要親親 一定要 不管在幹嘛 來 親 這很重要 婚姻誰忠誠 因為兩個人參加過 開放式關係的體驗節目 對 旅遊豬隊友 去十萬十元島的 第一次吵架 對 國旅打卡點 機器喜歡在各種 奇怪的地方拍照 對 打呼這樣就 史丹利 他機能上是非常可怕的 打呼 整個樓都聽得到 屁 打呼打人是嗎 對 打呼打人 腳踏車預備棋 預備棋 是因為史丹利 因為機器開始運動 對 因為以前比較不愛運動 對 孤獨我來擔 這個地方很感人 史丹利知道機器受不了孤獨 所以他希望他先走 對 因為如果史丹利不希望他走 對 我先走的話 他很難過又孤獨 好 別再說了 好 我很感動 減肥吃水果 史丹利塞在家裡面喝啤酒 三天喝完兩香 二十四瓶 是吧 對 所以我們今天出了一個 因為你胖了十公斤 所以我們來出一個 好 太好了 來 我們從哪邊開始 你要選哪一個 旅遊好了 畢竟要符合今天的主題 好 對 旅遊豬隊友 對 旅遊豬隊友 旅遊豬隊友 準備請主題 請問哪一個星座 是旅遊豬隊友的第一名 千萬別跟他一起旅行 A 座女座 B 金牛座 C 舞陽座 我覺得金牛座 不可能是豬隊友 我覺得金牛座 不會是豬隊友 因為金牛座非常的實際 他可能會 精打細算 這三個應該是前三名 我覺得 不知道哪個是第一名 我覺得就是處女座了吧 就是處女座 這處女座真的還滿不錯 因為我們交過很多 好 那我們馬上鎖定 鎖定 我們的答案 我們的答案是處女座 來 請鎖定 我們交過很多 對 都是處女座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真的是侃侃而談 對 我們都OK 這就是 曾經就是跟處女座的人交往 真的是覺得 跟他旅行過後 我是不會想要再跟他 一起出去了 對 繼續下去也不想 繼續下去就是結婚的人 對 你是不是很緊張啊 還好 這三個星座 這三個星座 極有可能是前三名 只不知道誰是第一名 但因為處女座是龜毛 你沒有不知道他的點是什麼 對 總是是你可以早吃的給他的 還有研究星座 可能你找了 不是他喜歡 他就會生氣 你就覺得你怎麼不瞭解我 但你也不知道他為什麼生氣 對 謝謝 謝謝 處女座 是不要跟他旅行的 第一名豬隊友嗎 恭喜 好 旅辦豬隊友第一名是處女座 原因也不意外 因為處女座的人非常愛碎碎念 而且他們在整個旅途當中 除了碎念之外 他更會用超高標準來看待自己 還有他的旅辦 所以跟他出去旅行 會覺得壓力稍微大了一點 而第二名就是金牛座 金牛座如果這個旅程很開心 他不會有什麼意見 但是一旦當中出現了什麼小觸心 他都覺得錯都不在我 都在別人 很容易就會指責對方 那第三名就是牡羊座了 牡羊座喜歡取得主導地位 所以一旦有人跟他意見不同 他就會爆跳如雷 好了 第二題 加油 婚姻誰忠誠 好 婚姻誰忠誠 這是他特別講到是 你們去參加了一個節目 是體驗開放式關係 什麼叫開放式關係 開放式關係就是 你現在跟你老婆講好說 你們兩個 我也要就是 可以各自去跟別人在一起 應該是說不管是夫妻 或現在是同的 換季俱樂部嗎 也不是換季俱樂部 反正就是你 你可以自由地去約會 自由地跟誰約會 或是跟誰 但是是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 但你跟老婆還是要互相坦承 對 就比如說 對 然後我跟他去做了什麼 然後我們很開心 過程你可以選擇 也可以有那個 也可以 對 都可以 所以現在有一個 所以你們是這樣子嗎 有一個這樣的社團 我們沒有 我們只是去體驗 我們只是去體驗 那我們真的沒辦法 我們真的沒辦法 你去了解 對方是關係 我覺得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不是 因為我覺得好累 很累 有意思 有這樣的社團 你是不是有一點心動 因為其實這個好像 我沒有什麼心不心動 因為這是一個 這是個特別的話題 對 我覺得可以多去瞭解 對 不只台灣 在歐美其實很多 真的喔 很多這樣的關係 真的 對 面帶微笑 好啦 其實他就是一個 一個特別的一個族群的人 是 名片留給我 好 對 婚姻誰懂得來 請注意 對 人類學家發現 哪一個時期是已婚女性的 出軌巔峰期 A 20到30歲 B 30到40歲 B 40到50歲 我覺得20到30不太可能 20到30太... 那時候才剛結婚 還在熱戀 對 還沒那麼快 應該沒有這麼快的你 但是我覺得40到50可能 比較沒有體力了 就是可能也不想做那件事 30到40啦 好 所以我們想的是你這樣 對 好 我們的答案是B 30到40歲 30如狼 40是如虎 50是如憋喔 真的嗎 60蹲地能稀土 你沒聽過 是喔 他是漸入佳境的 這是慾望強勁 並不代表 就是你真的就會去做 對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也是低的那個階段 我們都是 我都會覺得 好麻煩喔 麻煩 對 好累 還有洗澡 對啊 很多很麻煩的 覺得他要答 他們答對的舉手 我當初其實是想B 同事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 40到50 你還要在出軌找的對象很難 你要找的是比你年紀大的嗎 還是小鮮肉嗎 可是小鮮肉我不一定喜歡 40到50歲的 選擇比較窄 對 所以我覺得34還是處於在一個 熟女 然後很有韻味的狀態 所以可能有慾望 還不是有韻味而已喔 有些38歲 你根本看不出來 對啊 我想像30歲 對 像30歲 28歲這類的 對 選C獅子妳是吧 妳認為是40到50 對 妳的說指是什麼 因為她的題目是 已婚女性 如果說我現在 不是單身是已婚狀態 對 她是已婚 那通常我覺得 試婚年齡可能是28到35之間 妳會結婚 妳會生小孩 因為接下來可能 接近40歲的時候 妳已經高齡產婦了 妳 雖然現在大家都晚婚啦 但我覺得 通常落在30到40之間的人 正在帶小孩 合理 真的 那40歲之後 她的小孩可能長大了 已經是在上課啊幹嘛 她自己可以自理的時候 我多出很多時間 如果我的老公又不關心我的話 我心裡頭精神 就已經開始出軌啦 會比較自由 她其實出去個兩三個鐘頭 是沒有人知道的 對啊 如果我是家庭主婦 然後如果我真的有慾望 我可以自己去勾引人家 不見得要人家來搭訕我啊 好驚人 各位 都聽見了 周慧就是一個主動出擊 掌控一切的人 沒問題 對 主導 來 切 接 腳 我看了耶 你說得合理 但他們是屬於土式價值 因為三到四十真的機會更多 對啊 對不對 好啦 一萬在巷子口了 好 第三題 我想要選基石聽一個 因為這樣就 原憲沒有什麼獎品 為什麼要求原憲 就剛好 因為他們剛剛有說 題目有特別設計 針對我們兩個 然後可能喜歡 然後下面那個還才是跟你有關係 先把那個答對嗎 怎樣 好 把他打贏 連線 把他打贏 連線真的沒打過 我知道 好吧 基石親一個 請出題 根據韓國媒體報導指出 男生不同部位的親吻 代表著不同的意思 請問表達 只喜歡你 會親哪一個部位 A親額頭 B親鼻尖 C親臉頰 C親臉頰 只喜歡你 就表示就是真的是 真的是算是 就是剛剛開始跟你有好感 還是說 對 我不知道這個是哪一個 對 只喜歡 對啊 對 因為我覺得親臉頰 有一點太簡單了 三分三十 就是大家見面 其實都是親臉頰 然後親鼻尖 對我來說我覺得 這是其實非常親密的動作 沒有 親鼻尖比較好 親鼻尖很親密 三分二十秒 我也覺得親額頭 親鼻尖快親到嘴了吧 對 親額頭啦好不好 我也覺得親額頭 三分十秒 親額頭 我們的答案請鎖定 親鼻尖快親到嘴了 所以他太親密了 對啊 太親密 但是我只喜歡你 如果他剛剛說的 我只喜歡你喔 親你鼻尖 等一下 只喜歡你 是只喜歡你這個 剛才正義這個 是JUST還是Only 對啊 但我覺得JUST或Only的話 應該親額頭 都是OK的 請揭曉 是不是 親額頭代表喜歡你 是親鼻尖 不會是V吧 好 從男生親你哪個部位 可以看得出他內心 對你的想法喔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裡頭呢 的調查看得出來 如果男生他在交往前 對你呢親了一下臉頰 代表他覺得你很可愛 然後呢 覺得還滿喜歡你這個人的 那交往之後呢 他如果還是只親你眼頰的話 代表他只是喜歡你而已 不到愛的程度 那男生呢 當他親你鼻尖喔 其實看得出來 他對你感受非常的強烈 他覺得你是非常有魅力的 所以他把對你的愛意呢 化成在你鼻尖上面的吻 而男生當他親你的額頭的時候呢 其實呢這個感覺又更不一樣 因為當他親著你的兒頭 代表他對你呢 除了愛之外 更有很大的信任感 跟承諾的疑問 剛剛不應該想要連線 看杯 我選一個 好了 我們進行下一回合資格賽 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力 趕快來訂閱喔